好,我们开始吧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使用Skywalking监控多分scheduler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开源爱好者 我目前主要关注的是IPM和微服务监控领域 那么在17年开始呢,我接触到Skywalking这个项目 但目前也是有幸的成为了一名computer 然后在社区,我的主要贡献是调度生态系统的集成 以及日制生态系统的集成 然后最下方这个链接是我的Github主页 然后接下来我将分为五个小节来一一展开 首先第一个小节我们介绍一下多分scheduler是什么 第二个小节的话我们看一下多分scheduler的可观测性是什么 我们从哪些方面去入手监控它 然后第三个小节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推荐使用Skywalking来监控多分scheduler 它的优势是哪些 然后就是第四个小节具体的集成方法 如何将Skywalking集成到多分scheduler中去使用 最后一个小节我们来展示一下集成之后的监控效果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 多分scheduler是一个分布式的一扩展的工作流调度系统 然后结合我们的主题呢主要有这么三个特点 在右边的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由UI,API,MasterServer,WorkServer,Alert等子模块节点组成的 并且还要依赖ZooCaper和数据库等中间件 在工作流执行的时候呢还会依赖到它集成的第三方系统 例如像Flink,Spark等等的 所以它是一个由多个子模块协同工作的分布式系统 然后是第二个特点就是在多分scheduler中 它的那个scheduler也就是这个工作流 是由多个子节点组成的 它们以有限无关图的方式组织起来 并且按照顺序和层级去执行 接着就是第三个特点 整个多分scheduler的后端系统是使用交外语言进行开发的 那么这些特点呢也对于我们的监控提出了一些要求 我们需要监控一个使用交外语言开发的 分布式的包含大量任务并行执行 并且有状态传递的一个任务调度系统 对多分scheduler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小节 看一下多分scheduler的可观测性是什么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入手监控它 首先就是它应该为它所调度的所有的job 也就是工作流生成详细的监测数据 那么基于这些观测数据呢 我们可以定位它运行的瓶颈 以及分析它的那个 一个调度的延迟啊 或者是性能的瓶颈 并且呢能够对其中的异常信息进行有效的报警 那么基于这些观测数据呢 可以使用委员或者是开发人员 能够独立的进行故障排除 以运行优化 那么这里所提到的观测数据呢 主要有三类 分别是日志 指标 和量度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一一看一下这三类 监控 观测数据 首先是日志 在多分scheduler中 可用于观测的日志 主要有这么几类 第一个是操作日志 用户通过web或者是api 对工作流进行管控 以及对系统的原数据进行更改 第二个呢是调度日志 多分scheduler内部的调度器的一个 执行过程的一些信息 第三个呢是执行日志 工作流中的这个指令物节点 在具体执行时会有一些出入餐 或者是一些执行结果的记录 有落下来的这个日志信息 最后一个呢就是job 或者是做任务 它具体的这个执行日志 举个例子 如果是一个htp的这个任务的话 它其实会调用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内部的执行 会有一些详细的日志 那么这个呢通常是要去结合到 第三方的这个系统 来进行一个整合的监控 那么通过这几个日志呢 我们可以去完整观测到这个系统的一些执行行为 然后第二类数据就是指标 在这里我简单的将它分了两类 一个是系统的指标 一个是调度器的指标 系统指标 例如部署多分schedule的机器 它的cpu 内存 网络 进程的这个监控指标 还有就是像GVM的GC和现成的这个监控指标 然后调度器指标呢 就包含具体调度 磁形的这个次数 状态 以及它们的耗时 并且还会衍生出来这个磁形的成功率 调度的成功率和调度的延迟 这类的业务分析指标 第三类监控数据呢 观测数据主要是内容分析 这个在基于工作流的这个调度系统上面 尤为重要 然后在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在多分schedule上配置的一个调度的工作流 它有分支 还有这个层级的节点 工作流中任何一个节点的这个失败 或者是超时 最终都可能会导致整个工作流的执行失败 那么内容的分析呢 可以轻易的从中去观测到 出现错误的节点 或者是导致整个工作流超时的一些缓慢节点 然后前面我所介绍了日志 指标以及内容分析 这三类可用于观测的数据 它们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可以相互的去结合和相互的补充 例如我们观测到这个错误的日志 我们可以去关联分析出 它当时的一个执行轨迹执行逻辑 具体是什么样的路径才会打出这样的一个抽屋之质 或者是我们观测到这个链路分析 然后基于它的这个统计 大规模的统计指标呢 我们可以得出系统的负载 容量或者是一些瓶颈之类的分析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指标 我们可以观测到系统资源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某个资源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三类数据它们相互补充和结合 可以使我们实时的去观测到整个集群的运行情况 大到集群的健康状态 小到某一个动作或者操作的执行细节 我们都可以通通它观测出来 这也就是整个动作schedule的可观测性的定义 OK我们前面了解了动作schedule以及它的可观测性 然后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小节 看看我们为什么推荐使用skywalking来做它的监控 它有哪些具体的优势 首先第一个skywalking是集内容分析指标 以及日志于一体的这个监控解决方案 它可以同时分析和监控这三类数据 接着第二个在skywalking的架构中是包含了监控数据采集 分析存储和告紧等等这些功能的 所以它的功能是比较晚辈的 并且它的架构设计上是支持一个可插吧的一个插件式架构 可以随意的去扩展或者是替换或者是选择部分来使用 是比较灵活扩展性很强的 最后一个就是在变成语言的支持上面 skywalking是支持多语言的一个探针 包括像Java、Go、Python或者Node等等的一些语言都有对应的探针 去采集这个监控数据 所以应用到我们Drop Schedule的监控上面呢 我们不仅可以将调度的前端 调度系统的后端 以及它依赖的第三方系统 都可以进行来进行整合进来一起监控 不仅如此 skywalking还为很多常用的开源的系统提供了监控插件 例如像Tomcat、Spring、GDPC等等 我们可以直接服用到社区这些线程的插件 并且呢它对整个加尔语言的框架支持是非常好的 像我们上面提到的Spring、Tomcat 还有非常多的框架 它都有对应的插件支持 我们可以从社区去服用到这一部分的线程的插件 去减少我们的开发的工作量 最后一个呢就是 Skywalking也是ApaC经济会的一个顶级项目 它有一个活跃的社区 并且还有持续的演进和迭代开发的计划 所以中上所述 我们选择Skywalking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功能上的需求 还可以融入到它强大的社区生态当中 并且呢它的架构设计也是扩展性非常好的 然后也得益于它活跃的社区 我们后续的更新和维护也是比较方便的 OK 说完了这个为什么推荐Skywalking 我们来看具体如何将Skywalking集成到多分Schedule中 首先第一个是日制的集成 在Skywalking中 它对加尔语言这个常用的日制框架都有对应的插件去支持它 例如我们在多分Schedule中所使用的 LogoBike框架 在Skywalking中就有一个对应的Appender 所以它也提供了这么一个Plugin的包 我们接入引用这个包之后就可以使用到它的Appender插件 通过配置这个Appender插件呢就可以将它 将我们LogoBike这个插件LogoBike这个日制框架所输出的日制 全部采集到Skywalking的Server上去 我们要做的是要在多分Schedule的各个子模块中 去修改这个LogoBike的配置文件 首先第一个是要引入我们的Skywalking提供的这个插件包 这个LogoBike对应的这个插件包 然后呢是将多分Schedule中这几个子模块的LogoBike配置文件进行修改 添加Skywalking这个Appender 这样呢在这个多分Schedule的模块启动之后呢 它的日制就可以实时的发送到Skywalking的Server上去进行一个汇总处理 然后另外一个集成就是链路分析上面的集成 这一块主要是针对框架和通信协议上的适配修改 那么如果是常用的或者是通用的一些框架的嘛 Skywalking其实是有对应的插件已经支持了 我这里是列了一下多分Schedule主要用的这个框架和包 标红的这部分是需要我们进行定制化的开发和适配的 首先第一个是通信协议的适配 在Dombschedule上它使用了Netty来封装了一套私有的RPC协议 主要是用于Master、Worker以及API这几个节点之间的通信使用 那么要跟踪RPC这个调用的话 首先是需要RPC协议能够支持传递traceID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个改造呢就是去增强它的RPC协议 为它添加了RPC Context 使它这个协议通信的时候可以传递我们的traceID 然后右边的截图呢是来自于PR 我们看到我们对Dombschedule中的这个command的最像 就进行了修改为它增加一个context 用于在通信的时候来传递traceID 然后除了节点之间的通信协议需要去增强传递traceID 然后就是一个是线程之间的这个一部的通信 也需要去进行traceID的传递 那么在Dombschedule的Master节点 它内部是有一个内存的消息队列的 所以我们接着做的第二个修改就是去增强 这个内存消息队列的这个消息通信的协议 为它添加了MessageContext 用于传递我们的traceID 然后右侧的这个截图也是来自于PR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消息通信的这个对象上面 我们做了修改 添加了一个context的这个map 是用来传递我们的traceID 前面主要是做了RPC通信协议以及消息协议上面的适配 剩下的呢就是我们还需要跟踪整个工作流的执行的一个轨迹 在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我配置这个工作流上面有三个分支 每个分支有比较多的止节点 它们有顺序的这个层级 我们需要跟踪到这个工作流 以及它内部所有的止节点的一个执行的状态 结果以及耗时 那么最终还有一个工作流整个的执行结果 那么通过这个对这个逻辑的完整跟踪呢 我们可以轻松的从上面去排查这个工作流中执行的这个节点的错误 或者是节点耗时的一些分析 然后在这里我简单的去梳理了一下工作流的一个执行逻辑 然后画了一张图在这里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在master节点内部 它其实是有一个code scheduler的一个调度器 它会根据用户所设置的工作流的执行频率 去生成工作流的执行记录 并且保存到db当中 然后由scheduler线程去扫描到这个带执行的工作流记录 扫描出来之后呢 会进行一个节点的切分 因为工作流里面会包含非常多的子人物节点 所以它就挨个去迭代 然后去把这个切分出来的节点 发送给task excoder 然后呢由task excoder进行一些预处理 并且去缓存到这个内存的消息队列当中 再由专门的消费线程 消费出这个内存销列内存队列中的这个子节点 子任务节点 再通过RPC一 发送给worker节点来处理 也就是到了我们下边的紫色方框的这一排 worker节点去接收到这个通过RPC命令去接收到这个子任务之后呢 会根据子任务的具体的类型去分派到具体的第三方系统上面去执行 然后等待这个结果返回 最后呢再通过RPC把这个执行结果返回到master这边 那master呢会去持续的迭代整个工作流中所有的子任务节点 直到他们去循环这个过程 直到他们全部结束 或者是遇到异常中断去提前退出 那么经过了这个跟踪呢 我们可以将整个工作流 以及它内部所有的细节和结果 异常信息全部给跟踪到 这一块需要使用到Skywalking的Trace API 去做增强和开发 做一些自己马上的增强开发 那么这一块也是我们整个集成过程中 工作量最大 工作量最大和最复杂的一个部分 那么前面主要是代码功能上的开发 或者是一些实现 呃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将这个 呃 开发的代码 放置到这个Dopen Scheduler这个项目下面去 所以我们对它工程结构的一个更改呢 是为它增加了一个子模块 在这个Dopen Scheduler主项目上面 有一个ext子目录 下面有一个Skywalking的这个目录 也就是我们增加的这个子模块 可以看到我们将 呃 量的跟踪集成的代码 放到了这个 子模块下面 并且呢 还有我们用到的一些配置文件 并且呢 在这个子模块中 我们还将我们用到的其他的一些Skywalking的跟踪插件 也集成进来 通过这个子模块将它给拉进来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它依赖了ZooCaper 所以有个ZooCaper 客户端的一个跟踪 它用到了Course Scheduler 所以有Course Scheduler这个调度器的跟踪 然后也有HP Client 这些工具包的跟踪 还有像Spring框架的跟踪 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Logback这个插件的 呃 日制的上传的这一部分的功能逻辑 OK 呃 我们新增了这个子模块之后 还剩下的这个 一些事情呢 就是要进行 对这个子模块进行打包发布 那么我们在这个截图上可以看到 这是Dolphin Scheduler 我们集成之后的一个 二进制包的一个截图 我们在它 在这个二进制包下面 会看到EXT子模录 然后下面有一个Skywalking的Agent 这就是我们对刚刚这个子模块的 打包发布之后的效果 我们将 呃 通过MyWinPol里面依赖的这个 其他插件包 以及我们为Dolphin Scheduler集成所开发的插件包 全部拉到Plugin上面了 以及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也拉进来了 整个就是一个Skywalking Agent 其中的一个插件目录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是使用了 MyWin的Dependency Plugin 去将它依赖的 这个子模块依赖的其他的插件 拉进来了 然后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话 主要是使用了MyWin & Run Plugin 去拷贝 子模块下面构建的配置文件 到我们的 最终Dolphin Scheduler的这个发布包下面 所以整个 这一块呢就是 呃 本身这个子模块的打包 以及它的架文件的拷贝 以及这个 配置文件的拷贝 才能够最终组成Dolphin Scheduler 这个二进制包下面的这个Skywalking Agent 这个目录 那么这个子模块的二进制包 已经在Dolphin Scheduler 中一起发布了之后呢 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用户的使用安装 在Dolphin Scheduler中 它有一个 Demon的这个SH这个 谢有文件 它其实是 应该是Dolphin Scheduler的这个SH文件 它是Dolphin Scheduler的一个启动的脚本 我们在那里面添加了 Skywalking这个Agent的启动参数 所以在启动的时候 通过环境变样的一些配置 就可以去把Skywalking的Agent给打开 让它去监控Dolphin Scheduler节点的 这个监控的一些信息和数据 那么除了通过 配置环境变样这样的启动方式之外 Dolphin Scheduler还支持一个批量化的安装 可以一键去安装整个集群节点 所有的节点 所以在这个启动方式上面 我们也做了一些集成 这个安装方式 首先第一个 是对它这个拷贝文件这一块 我们会将Skywalking这个Agent 目录也通过它的命令 拷贝到它所有要安装的机器上面去 其次呢 是在它这个每一个节点启动的时候 我们去预设环境变量 才能够达到刚刚第一个脚本修改那边 去读到我们这个Skywalking的 这个Agent启动的一些参数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安装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文档 在这一块我们也提供了详细的文档 去给用户说 在各种Dolphin Schedule的安装 或者是启动方式下面 如何去配置这些参数 去启用Skywalking的这个一个监控的功能 OK 我们前面经过了Dolphin Schedule的介绍 以及可观测性 以及我们整个集成的方法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 集成的一个效果 首先第一个是日志 在Skywalking的这个外部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Dolphin Schedule 这个所有节点的日志 已经全部被搜集上来了 我们可以进行检索 进行查询 进行时间上的过滤 这对于 部署规模比较大的用户 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事情 也再也不用去IGAC节点 去翻这个日志了 可以通过这个界面来汇总查询 并且呢 这个日志上面 其实也是集成了Twist ID的 如果你搜索到你感兴趣的日志 或者是一些error的日志 可以直接点击这个Trace ID 能够去跳转到 Trace分析的一个界面 去看到当时的一个执行逻辑 是什么样的路径执行 才会打出这样的日志 能够更快的去 帮助你去排查 这个上面的一些异常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 Trace分析这个页面的功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监控到 用户的一些HP的访问操作 它进行了这个工作流的修改 或者是发布 或者是启动停止等等的一些操作 也可以看到节点之间的交互 例如像工作流整个执行过程中 所有的交互轨迹 全部都可以看到 以工作流这个更正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哪个节点开始发起执行的 在中间经过了哪些节点 分别的执行时间是多长 以及它中间有没有异常信息 完全都可以通过这个界面去反馈出来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 非常快的去定位出其中的性能的问题 或者是异常的一些执行节点 并且在这里还可以直接一键去查看到 整个工作流执行中的所有日志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现一个节点异常 然后进而去拉出整个 从上到下的一个执行信息 执行日志 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也是对大家平时去排查问题 或者是运维 它的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边的这个界面呢 是Skywalking上面的一个节点监控 我们刚刚讲到集成的时候 有讲了日志 有讲了那个念度分析 没有讲到指标 是因为在Skywalking的Java Agent上面 它其实是已经自动的去采集了 GVM的这个指标信息 其中包括CPU的内存的使用 以及GC等等一些信息 这边这个界面呢 这个页面呢 是我们为 我们在之前集成的时候 为多分scheduler 专门去开发配置的这么一个图表页面 主要是用来监控多分scheduler master内部的这个调度器的一个执行状况 像其中有扣子的scheduler 还有多分scheduler自己的这个scheduler的现成 这其中可以观测到scheduler的负载 scheduler的平均执行时间 scheduler的P95 以及scheduler的整个执行的成功率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监控页面 都是在Skwoken本身它就具有的一些功能 像Endpoint的统计 在这边可以看到所有HPP接口的一个访问统计 以及RPC的访问统计 也是有负载 平均执行时间 P95和成功率等等的一些指标 后面的话就不一介绍了 有像Global的全局统计 整个DOM Scheduler 这一个组下面所有节点的一些统计 又或者是服务级别统计 比如我选定API这个server某块 或者是DOM Scheduler的master等等那些 服务之后 它内部的一个节点的统计状况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整个集成过程中 所有的涉及到的PR的一个汇总 然后下面是Skwoken和DOM Scheduler 两个项目的主页 然后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Skwoken和DOM Scheduler社区 这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 我们的PR才能够完成并且顺利合并进去 OK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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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